秀林乡同门村以及闻蓝村 都是以手工艺品以及农业为主的产业 加上木谷木鱼生态园区 有相当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易游 为了开创当地的经济 秀林乡名代表蔡培伙 特别向秀林乡公所提案 在南区增建一座文化产业中心 让游客来到这里游玩时候 可以消费当地的农产品 以及手工艺品来开创秀林乡的部落经济 为了开创南区文化产业中心 秀林乡名代表蔡培伙 在这次的经济当中提案 要在木谷木游客中心来 新建一座属于南区的景点 展示中心来触及地方的工业产业 秀林乡南区的 尤其是闻蓝同门的农业的产品 手工业的产品 以及各种的 优雅或者是什么东西 都可以卖给游客 游客到这个地方来 也可以在这里有一个纪念品 买个东西就可以带回去了 而且这个地方又靠近离毯 我相信 秀林乡南区如果成立一个产业文化中心 它可以分成一二三楼 那个一楼服务中心 二楼三楼都可以是产业中心 卖东西 所以这个地方一旦做出来以后 我相信是将来是秀林乡的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 尤其到离毯的会先到这个地方来 要去秀林乡太鲁格的 也会先到木谷木屿这个地方来 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太漂亮了 为了村民的生计着想 为了我们广大的农民 以及手工业者的生计着想 我希望乡公所 我相信我还会再找乡长 找相关的客室 客室主管 承办人 再跟他们深入的沟通 详细的沟通 希望我会积极的争取 在这个地方成立一个很漂亮的 像南岛民主那种的产业文化中心 我想我们乡长王美贵 也是听到很多村民的声音 我想我们乡长也会 为了我们的部落南区这边 文蓝村跟同门 尤其是我们文蓝村 它是很多的手工艺品 像迷你小山刀啦 猪女丝布 还有我们维纳皮雕 还有我们的农产品又特别多 尤其是现在我们的村民 都在马路旁边都在 卖一些我们的农产品 也更希望是说能够像蔡代表所讲的 能够在我们这个游客中心 能够盖起来 让我们文蓝跟同门的村民能够在这里也增加了我们的就业的人员 我希望我们乡长能够在赤得为我们同门文蓝的村民努力帮忙 许问乡长王美跟表示由于下面代表会蔡代表会在代表会进行提案 公署也会前往同门村和文蓝村听取地方意见 广纳地方建言 找出对地方有利的方向 并且再向立委陈勤提案向中央争取经费 许问下面代表蔡代表会表示 虽然任期已经过了一半 不过地方基础建设是相当有必要性的 只要有利于村民的提案 他会持续监督这项中央建设 来开创地方的公共产产业 记得久不见